此外,台湾在柬埔寨没有办事处 这时的晚安小鸡与阿闹一旦服刑完毕 可能会面临被送往中国的风险 网红晚安小鸡与阿闹因拍摄造假影片 在柬埔寨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 然而,他们的监狱生活可能比普通状况下更加艰辛 这是因为台湾与柬埔寨之间的紧张关系 以及柬埔寨恶名昭彰的监狱抄收 台湾与柬埔寨的交恶可追溯至1997年 当时台湾支持了柬埔寨的第一总理拉纳列亲王 而非他的政敌洪森 然而之后洪森发动政变取得全面政权 并禁止台湾在柬埔寨设立代表处 此举导致两国关系恶化 更糟糕的是2016年 有台派政党柬埔寨救国党领袖根索卡 派出他的女儿莫诺维斯亚前往台湾参观选举过程 却因此传出台湾向柬埔寨传播革命理念的谣言 隔年2017年 柬埔寨救国党就遭到解散的命运 柬埔寨法院更以判国罪 对根索卡判下了27年的有期徒刑 此外资深媒体人王瑞德与学者林廷辉均指出 晚安小吉与阿闹在柬埔寨监狱中可能面临极大的困难 不仅是因为他们的行为被视为污蔑国家形象 更是因为柬埔寨监狱的条件极为恶劣 极度拥挤 缺乏基本生活设施与卫生条件 国际特赦组织的报告显示 柬埔寨监狱严重过度拥挤 囚犯人数远超出其容量 导致生活条件极差 这种惨无人道的监狱环境不仅对囚犯的身心健康造成极大伤害 也违反了国际人权标准 据报道 柬埔寨监狱内部的悲惨情况 包括饮食缺乏 环境恶劣和医疗不足等问题 澳洲摄影师李凯逊的经历更是一个生动的例证 即使是有名望和良好政经关系的外国人 也无法逃脱柬埔寨监狱的苦难 此外 台湾在柬埔寨没有办事处 这时的晚安小鸡与阿闹一旦服刑完毕 可能会面临被送往中国的风险 这不仅凸显了台湾与柬埔寨紧张的双边关系 也反映了在全球政治版图中 小国公民面对政治与法律风险时的脆弱性 综上所述 晚安小鸡与阿闹的事件不仅是一期网红造假影片的个案 它反映了台湾与柬埔寨间错综复杂的政治关系 柬埔寨严库的监狱条件 以及国际社会在保护公民权利与提升监狱条件方面面临的挑战 此案例提醒我们 网络时代的影响力及其后果可以跨越国界 而对于网红及其追随者来说 应当对所发布的内容负责 尤其是在国际政治环境复杂的背景下 大家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讨论哟 感谢收看Linux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道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除了这些实地探险的争议外 晚安小鸡还涉嫌贩卖假商品 2023年5月 他在直播中声称 从香港瑟瑟园黄大仙慈获得了兔年发财金正版钱母 并进行限量贩售 但该词堂否认了有制作或发放任何所谓的招财钱母 也从未贩卖过此商品 直播主晚安小鸡 因其以探索林匿地点和废弃大楼为主题的直播而闻名 最近的一次直播 他声称自己潜入柬埔寨诈骗园区 并在探险过程中被突袭并殴打 随后失联 但不久之后 他又出现在直播中声称已经逃脱 这引起了柬埔寨当局的高度重视 柬埔寨警方指控直播造假 逮捕了晚安小鸡及其友人阿闹 并根据三项罪名进行调查 包括煽动歧视罪 提供虚假申报罪 以及非法干涉公共职能执行使罪 网友们也纷纷指出直播中的种种疑点 认为这根本是一场自导自演的戏剧 同时挖掘出他过去的争议事件 晚安小鸡的直播生涯中充满了争议 2020年11月 他在探索一家位于台北市郑州路上的废弃医院时 偶然发现了一具干尸 这一发现帮助了死者家属找到了失踪的亲人 从而使晚安小鸡一炮而红 2022年初 他带领一群包括摄影师和法师在内的团队 闯入台中市北区的一座废弃大楼 声称那里有小女孩的尸体 并在现场进行了焚烧精致的祭拜仪式 这引起了大楼居民的不满 他们报了警 晚安小鸡随后被控以公共威胁 侵入住宅和妨害名誉等罪名 此外 在鬼月期间 他还因为闯入金门县的花岗石医院 并声称那里有闹鬼现象 而被金门县政府提告 最终不得不公开道歉并澄清 医院内并无闹鬼 晚安小鸡的争议不仅止于此 2022年10月 他在台南市仁德区的某中学直播时声称 遭到不明人士殴打 随后报了警 同年 他在彰化县园林市的黄金帝国大楼探险时 遭遇了石刀的流浪汉袭击 但其在被追杀的同时 仍不忘介绍销售商品 这引起了大众的质疑 猜测这是否也是一场自导自演 除了这些实地探险的争议外 晚安小鸡还涉嫌贩卖假商品 2023年5月 他在直播中声称 从香港瑟瑟员黄大仙慈 获得了兔年发财金正版钱母 并进行限量贩售 但该祠堂否认了 有制作或发放任何所谓的招财钱母 也从未贩卖过此商品 此外 他还谎称与紫南宫合作了一万条手链 金庙方加持 但紫南宫随后澄清 从未与任何商家合作 指出所有以紫南宫名义销售的商品 全都是假的 这些事件显示 晚安小鸡不仅在其直播内容中涉嫌造假 甚至在商品销售上也存在欺诈行为 进一步损害了他的信誉和公众形象 大家对晚安小鸡的争议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讨论优 感谢收看 LNews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道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然而 这段画面也引起了一部争议 部分网友认为 他所播的内容为造假 对此 晚安小鸡郑重地说 若有人不相信我 他们可以把它当作一部电影来看 2020年大同区一处荒废的医院里 直播主晚安小鸡于探险时 意外地发现了一句 上乎的衣服 这一事件使他于众多网红中脱颖而出 一息爆红 然而 随着他经常直播所谓的灵异事件 许多观众对其内容的真实性提出质疑 为了解开这层迷雾 有媒体对晚安小鸡进行一场深入的专访 在访谈中 他坦然回应说 每一位直播主都会面临着各式各样的声音 不可以仅仅因为他们对我所述内容持有怀疑 就将他们视为酸民 他们只是拥有不同的信仰和观点 晚安小鸡经常直播他探索废弃弃的老屋和凶宅 这些地方往往被认为充满灵异色彩 在他近期的一次《日本之旅》中 他更是捕捉到一段令人震撼的画面 一名身穿白衣的神秘女子突然在镜头前消失 令人不寒而栗 然而 这段画面也引起了一部争议 部分网友认为他所播的内容为造假 对此 晚安小鸡郑重地说 若有人不相信我 他们可以把它当作一部电影来看 那一天 直播的在线观众高达四万人 若真的造假 如此大的场面下 非常容易出错 但是 那名女子真的就在我镜头前消失 以现代的科学角度 我也无法解释其中的原因 虽然面对着这些质疑 晚安小鸡仍然保持着开放的心态 他坦诚在直播中确实有时会加入一些特效 以增加直播的恐怖氛围 使粉丝有更真实的体验 但这一切都是为了节目效果 没有任何其他意图 他目前已直播三年 但这样的工作也为他带来了不少身体上的问题 他透露我自己的体质有改变 虽然还是没办法看见 要看见可能要开天眼 我的体质比照亮 三年前的话有点改变 像我身体状况越来越不好 像我这个月要开鼻痘炎刀 我之前身体状况没那么差 这也是职业伤害 因为废弃的地方都有一些粉尘 我又都不戴口罩去探险 大家对于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讨论哟 感谢收看Linux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道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 一起来投稿吧